我同意NBTI是一個很能力的工具 一個很能力的工具 就好像使用那個工具的人的態度 會很影響 究竟你用出來是很正面 還是會帶來負面的後果 大家標籤化了一件事 覺得在這四個節目 你一定是這樣的 沒得救了 不用跟你聊天 我覺得是一個負面 大家認識多一點 原來這個性格類型是代表甚麼 我可以跟它合作 如何溝通 這就成為一個很能力的工具 反而是可以連繫和幫助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而且自己也會認識自己多一點 NBTI的全名叫Meyer Speaks Type Indicator 其實它是源自一個心理學大師 由於榮革的心理學理論發展而成 榮革認為人有八種不同的心智功能 但當時他的學說沒有把人分成一些類型 後來有一對母女 一個叫Isabel Myers Bix 一個叫Kathryn Bix 他們利用了榮革的心理學理論 一開始就將人分成不同的類型 用了人的四個不同的方面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說的E、I、S、N 將人分成16種不同的類型 後世的人就將這個叫NBTI 其實NBTI幫助我們了解 我們與人相處的不同的方式 譬如說其中一個傾向 講S和N S的人看東西要很準確的 很細節的 要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但原來有一些類型NBTI的人 他們會比較抽象 還有看大圖畫 看背後的目的 他們不太著重想那些細節的東西 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現在我建立Taterlane這個品牌 都要去聘請員工 或者跟不同的同事員工來相處 我都會經常用NBTI這個工具 去知道他們的強弱之處 當然是性格不代表他的能力 但我就會知道他傾向 想他的表現 想怎樣的環境 他會舒服溝通 在職場上 我都會這樣去 很善於用這個工具 NBTI還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它可以幫我們審視 我們的人際關係網絡 你可以寫你最密集的那16個人 寫出來 然後檢查他們的NBTI 你會發現 會不會多數的NBTI跟你接近呢 這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你想慢慢地成長 以及更加全面地 讓自己各方面 能夠有些進展突破 其實你應該刻意延伸 去認識一些跟不同類型的人 還有16個類型 都有些 令到人際關係網絡更加整全 而以估計程度 年輕月底 還有16個類型 《NBTI-GYP》